红市绝对难赚钱,因为股票本来就不是买来斩,要好又肯自卖,是需要理由令他们感到恐惧。认定出现了质变,可视跌到某个位,可能会觉得再沽亦无谓,甚至太便宜不介意有瑕疵。 超卖会比超买难,即使真的反复下跌,衍生工具盛行,令过程中经常出现杀淡仓,所以看淡不做淡,其实是经验累积下的合理决定。 哪些曾经在金融海啸一亿大赞的淡友,近年普遍有如中了魔咒,表现极差,早前出清苹果公司备受关注。 最近三年每放遇下,今年就亦是惨败两成几。沽空市场宠宜,应该是主要败因,未曾爆煲已经自行输到呕。 最惨是很难走到下台街,收拾懒贪子,十年前那次的成功。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,反而可能掉转头做坏了手势。 所以自己应对的方法,是增加短炒,而且多数时间好淡并行。炒即日先必然有来有往,一时赢一时输,即使以自己的水平,拉云也不宜大胜,也经常相当沮丧。 例如上周五的利润,周一已经小了大半截。 港股今年这个大跌浪之中,中后段开始看淡,可是几乎个个月都有一段被反弹浪所势。 令到表现未能抛离指数太多,更黄论要做逆史赢家,追求断断快放根本不像实际。 一直坚持,最大作用是保命等春天,假如彻底离场,肯定在牛市出现时不会及时参与。 何方面勉强强短炒部分一年计落也有微利,在低回报年代当然串土必争,但就绝对是打烂仔交。 不是外行人想象中的运筹为厄,决胜千里。